小姑子在马路上捡了五千块钱 我告诉他这是买运钱 劝他不要捡 谁知被扔钱的人记恨在心 他趁人不注意 将我儿子推入压土机下面 我们把凶手抓住 想要报警时 小姑子却可怜的人 偷偷将他放走 凶手怀恨在心 一把大火将我们一家活活烧死 重生归来 我决定我不再阻拦他人的因果 毕竟有些人确实该死 再次睁眼 又到了小姑子捡钱的时候 嫂子 你快看 这里有五千块钱呢 小姑子曹欣然 兴奋地将钱拿到我面前 老公和婆婆 尴尬看了看我 他们知道 我向来不喜欢捡路边的东西 我并没有马上发表意见 而是环顾了一下四周 直到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在角落处窥死我们这边 那人脸上有很明显的刀疤 正是前世放火烧家的男子 我血液倒流 一身冷汗 怪不得他当时那么恨我 原来是躲起来 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这一事 我一定要让所有伤害过我们的人 付出代价 我知道刀疤男一直关注这边的动向 所以就顺水推舟 哦 那你很幸运啊 能捡这么多钱 曹心燃爱钱如命 上一世 我要求他报警处理 他却是我心我素 假装报警之后 却又将钱收了起来 后来他借口公司发了奖金 请我们吃饭 实际上是想让我们帮他分担没运 我们全家在那段时间格外不顺 他却不以为然 尝到甜头之后 便经常在捡钱的地方转用 结果又捡到了三万的买命钱 也正是这些钱 将我们全家全都送走 见我没有明确反对 曹心燃把钱收起来 笑嘻嘻说道 待会我就报警上交 你们放心吧 说完便高兴地离开了 等他一走 我抱着婆婆和老公 忍不住哭出了声 当时大火 婆婆和老公为了让我先走 硬生生挡住 即将落在我身上的火棍 可是我拖着烧焦的左腿出来时 却遇上了刀疤男 他又重新将我扔进了火海里 好好的 怎么哭了 老公安慰地拍拍我的肩膀 我就是觉得有你们真好 傻孩子 我们不在这里能去哪里 哈哈 婆婆也笑了 真好他们都在 这一时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 下午我亲自接儿子放学 儿子看到我后 飞快奔向我 我张开怀抱 一摆将他抱住 我的孩子 他还那么小 那么可爱 当时他被压土车 碾压过去该有多疼啊 想到这里 我又将他紧紧抱住 暗自发誓 一定要让那个刀疤男付出代价 其实只要我远离小姑子 就不会受到伤害 可是背后有些事情 我还没弄清楚 我闭上眼睛 努力回想 瑞瑞出事那天 我昏昏沉沉睡了一天 醒来之后 就发现已经是下午了 婆婆在家忙着家务 瑞瑞被小姑子带了出去 我不知为何一阵心悸 鬼使神差的我便出了门 到了之前小姑子捡钱的地方 小姑子被前面的红布吸引 他抛下瑞瑞独自去捡 瑞瑞一个人站在街上 周围到处都是大火车 突然走过来一个中年男子 伸出手 将儿子推到了机动车道 推土机恰好路过 瑞瑞就这样被压了过去 我拼命呼喊 可是小姑子装作听不见一样 转头离开 我只能眼睁睁 看着儿子离开人世 我质问小姑子 为什么要让儿子一个人待着 又为什么非要再到这个地方来 小姑子支支吾吾吾 只是说他也没注意 走着走着就到了这里 我却在他的房间里 看到了一个红布 里面裹着三万块钱 当初他抛下瑞瑞离开 就是为了这个 我告诉他 这是买命钱 不能收 连夜将这些钱 放入了医院的功德箱里 可是这一切不知怎么 就被刀疤男发现了 刀疤男拿着尖刀 准备和我同归于尽 却被丈夫拦下 我们合力将刀疤男制服 打算报警 却不想小姑子 趁我们包扎伤口之际 偷偷将刀疤男放走 我们不甘地 看着刀疤男远去的背影 只能用十块拼命扔他 可还是被他逃脱了 事后 小姑子不但不知悔改 反而怪我们 把三万块钱全都捐出去 婆婆知道 此时也十分生气 就将小姑子赶出了家门 再后来 一场大火 将我们全家送走了 这次我长记性了 每天请假 亲自接送孩子上学放学 瑞瑞在家 我更是寸步不离 这段时间 家里倒是没什么大事 和上一世一样 没过多久 曹欣然就说 公司发了奖金 要请我们吃饭 他是想用剪刀的那五千块钱请 说我们吃了这饭 我们的运气也要消耗大半 我笑着说 你挣了钱也很辛苦 有钱了就好好存着 不用请我们吃饭 小姑子心里 还以为我看不起他 哭哭啼啼和婆婆告状 嫂子是什么意思 我好不容易发了奖金 就是想请一家人好好吃顿饭 嫂子说这话是瞧不起我吗 婆婆知道 我不是那种喜欢惹事的人 连忙替我说话 你嫂子也是好心 你说你好不容易挣了钱 就好好存着 老公看到曹欣然哭了之后 也安慰 是啊 欣然 你嫂子怎么可能看不起你呢 她只是心疼你万花钱 谁知听到这话 曹欣然情绪一下子控制不住了 大吼道 我只不过是想请你们吃饭 为什么非要糟蹋我的心意 妈妈和哥哥 你们都护得嫂子 合着你们才是一家 我只不过是外人 她的眼泪哗哗往下流 我的心却沉了又沉 小姑子爱财如命 之前无论是买菜 还是买家庭用品 都是我们出 就连她陪婆婆去医院看病拿药 回来之后也是找我们报销 她从没花过一分钱 而今天却非要请我们吃饭 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或许她早就已经知道 这五千块钱不干净了 想拉着我们一起分担 老公和婆婆看到她又哭又闹 纷纷看向我 我知道这段饭逃脱不了 也就没有再推辞 只是淡淡问道 我记得前一阵你捡了五千块钱 不知道有没有上交 老公和婆婆疑惑 看着曹新然也开始怀疑 请我们吃饭的钱 是不是就是那五千块 那些钱可不是什么好钱啊 你可千万别拿着 婆婆好言好语相劝 曹新然眼底闪过一丝心虚 脸色胀红 但依旧气势不减 我早就报警了 已经上交了 我把你当成一家人才请你吃饭 你却怀疑我花捡来的钱 我的真心真是被狗吃了 说着又开始哭闹 老公和婆婆虽然依旧是怀疑 但是看到他这样也不好再说什么 我最终也妥协 答应他一起吃饭 晚上我借口让瑞瑞去了家教老师那边 只有我们一行四人去吃饭 曹新然没烧的喜悦藏都藏不住 拿了菜单帮我们点了不少好菜 中途我借口离开 提前把饭钱提前付掉 然后又点了一瓶差不多价位的红酒 我给了前台200块钱的小费 让他配合我演一场戏 等我再次回到包厢 就听到曹新然悠悠开口 嫂子不是去结账了吧 婆婆和老公紧张看着我 生怕我和曹新然再次起冲突 我笑了笑 当然没有 今天是你请客 我干嘛要买单 曹新然这才放下来心 然后又不停催促我多吃点 我刚开始有些抗拒 只吃了一点点 曹新然又开始阴阳怪气 怎么我请客嫂子就吃这么少 是看不起我还是饭菜不合胃口 老公听出了话里的不爽 连忙说道 新然你嫂子本身吃的就少 她很容易饱的 哪有什么不合胃口啊 曹新然毫不客气 嫂子在家里 可不是只吃这一点 平日里你们两个总是维护她 今天你们也看到了 她这副样子 分明就是看不起我 她恶狠狠瞪着我 仿佛是我让她受了多大的委屈 平日里 我一下班就开始忙着做饭干家务 尽心照顾婆婆 体贴丈夫 他们也将心比心 也知道我的不义 对我多有照顾 可婆婆也对我关心 曹新然就开始一样怪气 说对儿媳妇 比对女儿还好 婆婆两头为难 她却不反思一下 她一回到家什么都不做 直躺在床上玩游戏 每次吃饭还总是挑肥减兽 就连自己的贴身衣物 也是服不喜 我轻叹一口气 说道妹妹你不要多心 因为来之前我喝了不少果汁 这才没吃多少的 不过现在这番折腾 我也觉得有些饿了 那我就多吃点了 说完 我一下加了不少的菜和肉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看到我确确实实吃了不少 曹新然脸上才放松下来 这时服务员推门而进 拿出了一瓶红酒 笑着说今天酒店有活动 满五百送一瓶红酒 这一瓶是免费送给你们的 说完便将红酒放到了桌上 曹新然喜欢喝红酒 她一直标榜自己是上游人士 不能不懂红酒 但是婆婆血糖高不能喝红酒 老公要开车也不能喝酒 经过刚刚那么一闹 你不好意思再招呼我喝酒了 曹新然不宜有她 直接让服务员开启了红酒 独自一人喝了起来 还笑着说 人家上层社会的人都是要活红酒的 你们真没福气都不能喝 我看着一杯又一杯的红酒 被她喝下肚 悬着的心终究是放下了 买单时 服务员做得天衣无缝 曹新然毫无察觉 只是几天之后 曹新然做事情越来越不顺利 哪个人家买运钱 就要给人家运气 这句话不得不信 因为曹新然这几天算是被到家了 前几天出门差点被车撞到 吃的东西过敏又去了医院 今天她工作失误 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 公司直接把她辞退 她在家里不停地抱怨 还嘟嘟当当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事情 婆婆还以为曹新然只是随口抱怨 给她开解 可能是这几天你心神不明 才会经常做错事情 不如就先在家多待一段时间 曹新然没有理会婆婆 只是冷冷看着我 她胡一道 上一次我们吃饭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 我一脸疑惑 什么意思 大家都是吃一样的饭 我能做什么手脚 你又在瞎想什么 曹新然被我这么一问 震住了 突然她眼里闪了一丝亮光 是不是那瓶酒 那天只有我喝的那瓶酒 你们都没有喝 她越说越兴奋 仿佛是找到我食恶不舍的证据一样 秦叔你这个贱人 就是你害我倒霉的 那瓶酒根本就不是送的 是用我的钱买的 婆婆一把拉住情绪激动的曹新然 新然 你是不是中邪了 怎么开始说胡话了 你到底怎么了 不明所以的婆婆 一脸担忧看着曹新然 之前曹新然虽然对我不满 也只是阴阳几句 不会骂得这么难听 妈妈 你要救救我 我被人夺走了气韵 不怪这个贱人 把没运全都挤在我一个人身上 婆婆也不是笨的 听到这话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秦然 你真的是用那五千块钱 请我们吃饭吗 那可是买运钱啊 婆婆一脸不可置信 她从小养到大的女儿 竟然为了区区五千块钱 让全家倒霉运 只不过是五千块钱的运气 我们四人平分不就好了 又不会死人 曹新然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错误 依旧是理智其壮 她从来未没有为我们这个家着想 甚至没有考虑到婆婆 婆婆年纪不小了 也经不起折腾 如果沾上霉运 后果不堪设想 婆婆满脸失望 声音带一些哽咽 欣然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怎么能为了五千块钱 妇害家里人呢 曹新然不理解婆婆对她的指责 把一切推到我的头上 明明就是秦叔的错 为什么要怪我 妈妈你为什么不去指责秦叔 总是挑我的麻烦 到底我是你的女儿 还是她是你的女儿 你这样也太偏心了 曹新然生死力竭控诉 随后摔门而去 婆婆被她气得紧紧捂住胸口 瘫坐在沙发上 一下子像是老了十岁 我连忙上前安慰 这段时间心然一直不顺利 情绪也受到了影响才这么说的 妈妈您千万不要把谈话放在心上 婆婆拉着我的手 轻轻叹气 曹新然回来时 已经不思知钱那样 情绪激动了 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妈妈 嫂子 今天早上是我情绪激动 说了些不好的话 让你们伤心了 今天我下厨给你们做顿大餐 算是赔罪了 婆婆虽然被她伤了心 但到底是女儿 对她还是很容忍的 看到她的改变 婆婆刚刚的满面愁容 立刻消失了 好 知错能改 就是好孩子 我也朝她笑着点了点头 心中却十分疑惑 前世她也有过一段时间 脾气好转 还亲自给我倒了一杯牛奶 但是我喝过牛奶之后 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 这样一串联 我立刻想通了 她是要带着瑞瑞 去捡大三万块的买命钱 我把瑞瑞紧紧抱在怀里 这次我不能再让瑞瑞离开我的视线了 嫂子今天是我不对 说着便递上一杯牛奶 我接过牛奶 嘴唇只是轻轻碰触 并没有张嘴 哎呀妹妹 我将牛奶放到桌上 她刚要开口 我立马拉住她的手 亲切说道 妹妹 我有做得不好的时候 咱们也都是一家人 本来就应该相互体谅的 说着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大金镯子 这是我给你买的 这是一个转运手镯 戴上之后你肯定能够转好运的 还有以前的事情 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曹歇然看到 镯子眼睛都亮了 听到是买给她的 她脸上更是乐开的话 趁她端向镯子的空隙 我端着牛奶到了厨房 在出来时 已经是一个空杯子了 这个镯子正好三万 如果她能知错就改 这个镯子就送给她 如果她还是想拿我们的性命 去换买命钱 那买的命一定会是她的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就醒了 可以就躺在床上装睡 曹歇然叫我几声 确定我睡着之后 便但要带着瑞瑞离开 瑞瑞一会还要上钢琴课 婆婆见曹歇然 要带瑞瑞出门 一把拦住 昨晚我特意嘱咐婆婆 告诉她 她明天家教老师调课了 要上钢琴课 一节钢琴课就要好几千块钱 嫂子可真舍得花钱 语气中带着不屑 随后又说 我已经和朋友约好了 先出去了 等曹歇然离开后 我马上起身 穿好衣服跟了过去 和我想的一样 曹歇然依旧是去了上次 捡到买运钱的地方 这几日她总是提前出门 想来也是来这里转转 没过多久 她的脚步突然加快 就在我以为她是发现我的时候 她已经将地上的红布捡了起来 她眼神中的贪婪 怎么都遮掩不下去 我故作意外相遇 欣然 她看到我后 立刻要将手上的红布藏起来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我不经意地问道 同时也瞥见 躲在墙根后的刀疤男 这 是 我故意伸手打开她的红布 看到里面的钱后 我大吃一惊 你也太幸运了 又捡到钱了 不过 我没继续说下去 因为刀疤男在旁边 我不能将梦火引到我身上 你放心 我不会和上次一样 我一定会报警的 曹欣然信誓旦旦 眼神也格外坚定 我笑道 这是你捡到的 这种事情你自己决定就好 我余光看到那个刀疤男 正在恶狠狠盯着曹欣然 我知道他已经起了杀心 这样我先给你看着 你打电话报警吧 说着 我将那三万拿了过来 然后看着他打电话 他为我盯得不自在 转过身开始给我打电话 而我悄悄把那三万块掉了个包 买面钱在我的包里 而红布里抱着的钱 是干净的 曹欣然并没有报警 而是再次把三万块钱私吞 嫂子 你放心我会报警的 刚刚朋友打电话 过来说是出车祸了 让我赶紧过去 他说着 立刻把我手里的钱拿走了 看他彻底走远 我收敛起笑容 果然 狗改不了吃屎 我路过刀疤男的身边 皱眉低语 好好三万块钱都不要 非要报警 可真是蠢 要是把三万给我多好啊 我看着刀疤男全身燃起了怒火 只不过这次不是对我 是对曹欣然 我又给CN调查公司打了电话 把之前排到的刀疤男照片 发了过去 那边回复我一周之后出结果 这次我终于能够彻底安心了 我拿着三万块钱 买了一模一样的金镯子 回家之后 立刻将镯子调换了过来 然后又拿着昨天的镯子 到商场 加点钱换了一个 婆婆这么多年 一直为这个家默默付出 我一直都看在眼里 我把新的镯子给了婆婆 婆婆戴上之后 开心了好久 曹欣然提着不少东西回家 给老公的手表和皮鞋 给瑞瑞的学习机 给我的金项链 给婆婆的新手机和按摩器 零零总总加起来 要三万多了 婆婆皱着眉头 责怪她花钱太多 而她这次却十分好脾气 没有任何反驳 只高高兴兴 让我们都用上她买的礼物 老公是第一次收到她的礼物 情绪有些激动 抱着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妹妹长大了 知道给哥哥买礼物了 哥哥真是没白疼你 说着便立刻穿上皮鞋 戴上手表 脸上的喜悦一一眼表 曹欣然看到老公这么感动 有一瞬间的心虚 眼神中挣扎了很久 终于吐出一句 哥哥喜欢就好 我心中一冷 也不知道老公知道 这是用买命前买的鞋子和手表 会是怎样的心情 他看我呆呆发冷 一下子冷了脸 嫂子怎么不戴 不喜欢吗 我压住心中的怒意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不是 我很喜欢的 喜欢你就戴上 我给你买的金项链 可是最贵的 他精灵的眼神中露出一丝冷意 我没有再推脱 直接把项链戴上 幸好我没有心软 否则我们一家又要死于非命了 曹欣然可真是狠心 他的亲妈亲哥都不放过 一周过去 我们一家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曹欣然有些坐不住了 开始不停催促我们 把他买的东西用上 嫂子你是不是没带我 给你买的金项链 妈妈 这个按摩器你要经常用才行 哥哥 老天天戴着他买的手表 那双鞋更是一连穿了一周 没舍得换 看他没话可说 我笑道 我给你买的手镯 怎么没见你戴呀 是不是不喜欢 他一愣连忙摆手 怎么可能呢 我当然喜欢了 我这就戴上 说着他连忙把手镯戴上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 刀疤男是一个逃犯 之所以用钱买命 就是犯下了死罪 我得到消息之后 立刻报了警 给警察提供了不少刀疤男的线索 警察也很快不下天罗地网去抓捕 终于在一个金店 发现了刀疤男的行踪 我心中一惊 是我买手镯的金店 他应该是跟踪曹新燃去的 我打电话给老公和婆婆 让他们到金店来 有些话还需要让曹新燃亲自对他们说 等他们赶到时 警察也准备收网了 可能是刀疤男太过敏锐 他意识到危险时 直接把旁边的曹新燃拉了过去当人质 都不许动 再动我就杀了他 尖刀比在曹新燃的脖子上 留下一道道红横 不要动手 你放我女儿吧 婆婆直接给刀疤男跪了下去 哭喊着求刀疤男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在商场里哭喊着 为了自己的女儿给罪犯下跪 这一瞬间立刻让我想起 婆婆当初为了救我 替我挡下那根粗重的火棍 在她的心里 是甘愿为儿女做任何事情的 哪怕是付出生命 你拿我当人质吧 求求你 把我女儿换回来 她才二十多岁啊 婆婆在地上哭得泣不成声 但是刀疤男眼底却没有丝毫动容 反而是曹新燃 你没有听到吗 我要换人质 你凭什么让我当人质 你该杀了的应该是他们 是他们用你的买命钱 我一分都没花 你要杀就该杀他们 曹新燃指着我 老公和婆婆 恨恨瞪着我们 你在说什么 老公听到她的话 一时反应不过来 你说该死的是你们 因为是你们拿了买命钱 你的鞋子手表 说完她又指着指我和婆婆 你的项链 你的按摩器 还有你儿子的平板电脑 都是花的买命钱 该死的是你们 老公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她红着眼眶 伤心欲绝 我连往上前扶住 她才勉强站稳 随后 我又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婆婆拉起 替她擦干泪眼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你恨我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要伤害妈妈和你亲哥哥 听到我的控诉 曹新燃怒气更盛 你们才是一家人 哥哥和妈妈都向着你 他们这样偏心 就该死 闭嘴 刀疤男被这场家庭战争搞得心烦意乱 手上也没得轻重 直接在曹新燃脖子重中划了几刀 曹新燃脖子上的鲜血直流 将衣服领口染上大片鲜红 警察趁她分心之际 连忙打掉了她手中的刀 十几个警察扑了上去 她再也没有反抗的余力 只能乖乖被捕 曹新燃也因为京剧过渡一下昏厥了过去 我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老公和婆婆 包括上一世的事情 老公并没有怪我 只是一个劲的叹气 眼泪流了又流 哎 都是命啊 你没有错 欣然太贪心了 婆婆擦干泪眼 低声说道 电话铃声响起 是婆婆的手机 我为了婆婆能够听清 挑成最大音量 曹家的 你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村里拆迁需要签字啊 婆婆不明所有 又问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半个月前就告诉欣然了 她没告诉你们呢 我们村里现在要拆迁了 一家能补贴好几百万呢 你们这几天抓紧回来 电话挂点 我们对视一眼 也清楚了所有的真相 或许刚开始 曹新燃并没有想过要害我们 但是自从知道村里拆迁之后 就惦记上这笔钱了 一般在农村 宅基地和耕地 都是归家里的儿子的 所以曹新燃认为 她是一分钱都拿不到 如果我们都死了 那她就可以继承所有的遗产 婆婆心如死灰 但但说一句 这钱怎么分 你们决定吧 给她也行 不给她也罢 从今往后 我就当没有她这个女儿了 婆婆忍着 不让眼泪滑落 曹新燃醒来之后 只看了我 老公和婆婆说 再也不想见到她 便让我来 怎么是你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我摇摇头 说道 是关于村里拆迁款的事情 听我一说 她脸色煞白 什么 你们都知道了 我也是家里的一份 也该有一样的继承权 凭什么不给我 你当初想要害妈妈 和你哥哥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 你是家里的一份子 你配当女儿 配当妹妹吗 而且房子是妈妈的 她想分给谁就分给谁 我声音冷漠 凭什么 我再也认不住了 狠狠打了她一巴掌 看她冷静下来 我才开口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妈妈每天做饭 给你洗衣服 操心你工作 担心你身体 你被绑匪作为人质 妈妈第一个念头 就是去救你 她宁愿自己死 也要换你的命 你却说她偏心 有这么偏心的妈妈吗 过年过节和你生日 你哥哥那次 没给你买过礼物 没给过你钱 你送给你哥哥礼物 兴奋得他几天几夜睡不着 瑞瑞每天顾顾顾地喊着 就连吃饭多想着 要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给你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颤抖着说完 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面面 这是拆迁款 你哥哥说要分你一半 谁也不欠谁的 你买个房子在外面住吧 妈妈身体不好 受不了刺激 就别出现在他面前了 说完 我将银行卡扔给了他 他低头一声不响 只是他前面的被子 已经被眼泪完全打湿 对不起 他声音哽咽 毫哭不止 我不再理他 直接离开了医院 在后来就没有见过他 只是听说他为了赎罪出家当务尼姑 还把所有的钱 全都捐给了福利院 在后来就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